他来了他来了 就开始设计的恋情咖房局 我却成为了别人的意外惊喜 同时为自己不识言论道歉 我瞎讲的对不起 他谈了从去年12月开始的闹剧 到现在黄俊杰的道歉结束 称黄俊杰最大的黑点就是一个大傻子 还提到黄俊杰因为这件事的变 话自己心疼 与黄俊杰自始至终没有伤好友 提分手也不存在附和 现在的局面 两人协商决定暂停这段感情 并向他道歉 华重点 2020年12月2号 有人曝光了黄俊杰与一女生 玩手视频刺激到花儿超级乖 花儿超级乖认为是被插足 二 后面几个月 陆陆续续有表哥发小联系 花儿超级乖 并有各种声称 是黄俊杰女友皮尔的私信激怒他 三 某剧官宣示转折点 花儿只想泄愤 没想到会被换奖 四 4月1号和黄俊杰 第一次闹掰后见面 才知道之前的表哥 发小 公司 都是假的 五 这几个月 黄俊杰没发生 是因为重度抑郁现象 家里人怕他 初事把他手机没收了 最后花儿超级乖 通过技术手段帮他找到表哥 发小等 都是同一人ID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